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情 11月14号江苏徐州一名十岁的女孩在家里服农药自杀身亡 留下了两页遗书和一段三分二十五秒的告别视频 11月14号在江苏徐州这名视频中的女孩在家服农自杀 留下了这段三分多的告别视频和两页的遗书 遗书中写道爸妈奶奶弟弟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因为我学习不好我死不是因为你们也不是因为我的老师 是因为我自己再见了 因为我太想去天上看看了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也不用天天打我骂我了 其实你骂我的时候我特别开心 我不是因为你们什么事 因为我有两个敌人我讨厌他们 老师不让我考试了我活在世上没有意义了 拜拜了 谢谢爸爸妈妈你们召唤了我这么多年 你们是打我骂我 但是我知道一切都是对我好的 我真想在天堂照顾你们一辈子 我也不想失望你们 可是我这件事我必须要做 你们两个谁都不要跟谁吵架 你们吵架我在天 我在天堂走的也不安心 再见 记住我的样子了吗 我的样子很漂亮的 女孩的离去真的是让人痛惜 究竟是什么不可承受的痛苦让她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看到她留下的告别视频 女孩含着泪微笑着向家人告别 谁又能够想到笑容的背后其实女孩已经没有勇气活下去了 她在那封长达两页的遗书当中提到老师不让我考试了 我活在世上也没有意义了 那么昨天平安丰县的官方微博表示 女孩在家中服农药经抢救无效死亡 经走访调查 目前没有发现不让学生参加考试的情况 女孩在遗书当中呢 还说到自己选择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父母 也不是因为老师 而是自己的原因 还交代父母把自己的东西送给自己的两个好朋友 并且要求父母好好的 自己死了就不用给父母添麻烦了 不用天天打我骂我了 一个长期遭受父母打骂的女孩 连准备去死的时候都还在为父母开脱 为家人考虑 真的是让人看了实在太伤心了 世界对他太粗暴 而他只能默默的承受 小小的身心承受不了 就选择离开这个世界 让人触目惊心的是 还有这条新闻背后的跟帖 很多人都说这样的念头 小时候也有过 甚至付诸实施过 在被父母打骂的时候 在学校遭到受排挤的时候 看到这个小女孩的遗书 那种绝望的无助的心情 一一历历在目 那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请温柔地对待我们的孩子 他们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坚强 也请每一个家庭 别再酿造悲剧 制造绝望 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港湾 好